繼續一如既往,多謝Patreon的兄弟支持,令到我在Youtube可以繼續免費出片 車路士輸了給阿仕奴之後,今天主場對阿仕東維拉,那就不用天武雲娜打正選了 我先不講天武雲娜今天應否打正選這個問題 我先講了面對密集的情節當中,車路士今天沒有天武雲娜打正選的組織會是怎樣的呢? 答案就是好了,今天做左邊進攻點的是配連石來的 雖然有時會看到配連石面對密集的時候會處於中路的位置 即是跟天武雲娜的位置差不多的位置 但是人家配連石面對密集的時候是不會永遠都站在中間那裡的 配連石是懂得有需要的時候離開中路,回到邊線那裡 利用球場的闊度,利用邊線去協助後場拆球的隊友去拆過半場 提供向前連結的選擇又或者拉邊拉開就是中路的空位協助隊友 所以今天車路士面對密集的時候的組織就是穩定過以前天武雲娜打左邊的時候面對密集的組織 車路士今天的入球也是面對密集的時候取得的 那就是33分鐘 配連石雖然沒有完全拉邊 但是他的位置起碼是沒有天武雲娜那麼貼近中路和那麼深的位置 這個配連石是會出來在偏左的高位幫到哲維爾拆過半場 拆過半場之後再送個漂亮的直線給哲維爾 適逢阿士東維拉過一刻的防守區域就是收縮得不好 就太過小學雞 就入了中間 就作為左後位的哲維爾都只不過是玩overlap 一樣可以能夠入到禁區那裡是全中的 就是比銀河唯一入球嘛 協助車路士領先1比0 不過可能你會問的 既然車路士今天的組織是好過以前 那為什麼都贏不了啊 又或者為什麼都拉開不了紀錄啊 又或者為什麼都贏不了第二球球啊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這個問題是能夠將我們帶到影片 這個評論裡面更加深入的位置 那就是即使車路士今天面對密集的組織是好過以前 但是車路士今天其實是沒有什麼時間面對密集的 這個就是最關鍵了 根本都不是很夠時間去發揮到面對密集的組織作用 原因就是亞士東維拉根本就不是跟你玩收縮防守區域 亞士東維拉是4231跟你對攻 那我們可以當蒙特和亞士東維拉那邊的基亞利殊同屬進攻中場 所以這次是一個4231對4231的賽事 而且比賽的節奏不慢 賽事很多時候是很接近針對攻的這個比賽品種 那針對攻就是4個進攻點對4個進攻點的來回高速球 所以車路士根本是沒有什麼時間面對密集 要經常跟亞士東維拉來來回回對攻 在這個上半場最有體能是來回跑 上半場的節奏最快的比賽當中 就是反而不適合銀河維拉基奧特和佐震奴打正選 簡單來說就是今天反而適合天武雲拿搭著阿巴咸的組合 防守中場不用佐震奴打正選 這樣跟亞士東維拉打來回高速球才比較好 再打爛沙盤問道督 就是之前比較多時間面對密集的賽事 所以就要反過來應該要用多些基奧特銀河維一 還有就是佐震奴的 等這個天武雲拿有適當的休息時間 等到今天來到這一場 對著亞士東維拉需要快打快才輪換天武雲拿出來 打回正選去爭取速度的優勢 因此就是看到一件事了 林柏特今季就是欠缺長遠的輪換計劃 今季任何一個英超的球迷都會知道 亞士東維拉的進攻模式是轉變了 他們再不是一支保守的球隊 而是勇於跟你對攻甚至來回高速球的球隊 甚至是針對攻 再看亞士東維拉現在在聯賽的積分榜 處於第五位 也就是說車號士今天其實是打一場接近大戰的賽事 那又怎會適合銀河維一基奧特和佐珍奴打正選呢 以前天武雲拿搭著亞巴咸的正選陣容 是應該今天用的 而今天用的正選陣容 是應該是之前的賽事用的 林柏特是調轉了來用的 就欠缺了長遠的輪換計劃 那今天能夠入球是要等到三十二分鐘 亞士東維拉偶然回一回氣 沒有再壓迫沒有再進攻 偶然收縮了一陣 才被車路士偶然面對密集 偶然用到銀河維一的支點 以及銀河維一在面對密集當中 禁區裡面的把握力 但是其餘時間 銀河維一基奧特都是不對踢的 踢得辛苦的 車路士經常都是要防守 也都不適合坐真路踢的 那你說這麼偶然的時機 都被車路士面對密集入到球 那就是很厲害 我絕對同意 根本車路士是有面對密集的組織能力的 今天少少時間而已 上半場就是那一刻可以面對密集 就被車路士就是把握了 即是表示著 如果之前長時間面對密集的賽事 是用今天的結構 之前的賽事用今天的結構 那你說之前的賽事可以多拿多少分 輪換得對的話 擺對人的話 用得好的輪換做得對的話 是可以避免多少場失分 又怎會好像今天這樣 距離榜首的位置有六分之多 根本車路士絕對有潛質去拿今年英超冠軍 但林柏特的輪換用人出了問題 就搞成現在這樣 其實是非常可惜 今天其實是用錯正選陣容 所以只能夠趁著偶然面對密集的時間 入到一球球 但其餘的時間 跑來跑去對攻的時間 就沒有什麼優勢了 自己就變成沒什麼優勢了 有時候就變成需要看運氣了 當遇上運氣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一個入球就不夠用了 被人追成平手 失兩分 就是這麼簡單 車路士今天的失球 是有點沒有運氣的 就是被人打反擊的時候 基斯丁神意外被基亞利薯撞 兩個撞在一起 基斯丁神起不回身 但是在進攻基亞利薯 就可以繼續進攻起身 變成繼續攻下去 令到車路士打小一個的情況 就是繼續被人打反擊 後防線打小一個人 這個就是亞斯帕利古達 和簡迪 抱不撤位 就是怎樣被人打反擊 追成1比1 亞士東維拉 看到基斯丁神受傷倒地 都沒有把球踢出界 繼續進攻 只能夠說沒有義氣 但是絕對合法 是可以這樣做的 唯有說車路士欠運 但是如果車路士自己的正選陣容 還是合理一點 能夠早點進入第二球球 就不用怕這些欠缺運氣的情節 所以怕沒有運氣 都是因為自己準備得不好 其實亞士東維今天拿回一分 也不可以完全靠運 你可以看看他們可以壓迫到接近80分鐘 壓迫加進攻到接近80分鐘 80分鐘後才正式收縮防守區域 那就可以令到車路士 只剩下最後10分鐘控球在腳的尺 所以亞士東維拉今天是用體能拿一分 這個說法就完整過亞士東維拉 用運氣拿一分 亞士東維拉不停和車路士快打快 也都暴露了林帕特臨場調動的問題 林帕特今天其實只用了兩個調動的尺 兩個換人名額只有一個沒有用到的 但其實清楚看到60分鐘左右車路士 是需要加強中場的運轉力 去應付針對攻的賽事 即是高華碩應該在60分鐘左右 取代這個佐真奴 可能你會說的 拿走佐真奴的話 去到最後10分鐘 面對密集是沒有人派牌 你說得對 所以佐真奴今天就更加不應該打正選 上半場針對攻不適合他打 但是下半場最後10分鐘適合他打 出來面對密集派牌 所以80分鐘才應該要換佐真奴出來 而同樣道理 銀河唯一不能夠打足90分鐘 今天要換走他 但其實下半場最後階段面對密集 是需要他明白明白拼命 所以即使他上半場入球 他今天打正選這件事其實都值得斟酌 如果上半場用其他速度型的前鋒去打 可能有其他入球出現 去到最後10分鐘銀河唯一出來 鑿一下頭錘攻門 這樣是比較有機會拿到三分 接著你又會問 天武雲娜累嘛 今天打上半場正選不行 所以就是說 如果之前輪換得天武雲娜好一點的話 多點用奧道爾拉邊 車路士整件事又好一點 之前面對密集又好一點 天武雲娜得到休息輪換 今天應該要他正選的時候 打回正選整件事就對了 所以說到尾 尾就是看到林帕特今天的正選陣容 以及今季一直以來的輪換 都是出事了 那個球員合打這場不讓他打正選 打了第二場不合打的 打了第二場不合打的沒有作用 亦浪費了體能變了之後合打的又出不回 那你說是不是多愚蠢呢 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那究竟林帕特是不夠牙力向 董事局解釋怎樣去輪換球員呢 還是林帕特根本不夠足球 利用去處理複雜的人員結構呢 在Patreon那裏會講一講 又會加一些個別球員的分析評論 多謝各位去Patreon那邊支持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